讲一个小笑话给大家倾听 有一个黑蚂蚁 大家知道蚂蚁啊 蚂蚁不是有黑的蚂蚁 基本上都是黑的 还有一个黄颜色的蚂蚁 黑蚂蚁跟黄蚂蚁在公路上爬行 没想到黑蚂蚁很快地就追到了 追上了前面的黄色的蚂蚁 黑蚂蚁就说 蚂蚁老弟 你是拉黄豹车的吗 黄蚂蚁就说 黑小样 那你说说你是什么车呀 黑不拉揪的 黑蚂蚁说 我这可是黑色的奔驰车 那是家常的那种啊 没多久一条蛇呼啸了 从他们边上走过去 黄蚂蚁说 你神气什么 你看到吗 那才是死佛列车呀 人呐 这个世界山外有山 人外有人 该来的终究会来 你求了 总会菩萨会给你的 该走的也一定会离开你 想留也留不住啊 所以有缘分的人就在你身边 珍惜 没有缘分的早就跟你 goodbye 所以希望大家凡事要懂得前因后果 对不对呀 为什么有的夫妻早一辈子还离不开呀 你要非常感恩 这是缘分啊 对不对呀 为什么有的人没多少时间就走了呢 因为缘分成熟了 这什么熟呢 恶缘成熟了 所以果报就产生了 有的人无法来阻挡 这个前因后果 所以我们就要知因懂果 知因懂果